大稻埕有堅創立85年的秀花鞋店 到現在依舊堅持在地生產手工製鞋 更是北台灣唯一一間提供訂製蘇秀的品牌 第三代一度認為產業是漸漸步入黃昏 原本想收手不做了 但第四代陳偉跟老公徐宗媛 不捨傳統記憶失傳 決定回家接班 對字鞋一竅不通的副次郎 從頭開始學起 接著研發新鞋款 讓秀花鞋也能有年輕風貌 還外銷到日本是創下了2000萬年營收 進一步把秀花結合了日常小物 成功傳承刺繡功發 像我們現在這個機器應該在做秀化 它是用電腦去刺秀 然後我們的圖是先要先經由打板 去把它打成秀花板 把它輸入電腦 板隨著電秀機傳來的運轉聲 每一會兒色彩鮮艷又栩栩如生的龍 漸漸在布上成型 這間北台灣瘦國僅存的秀花鞋店 只要營業時間一到 店內的電秀機就會準時上工 因為我們會手秀 我們是用手秀的概念去做刺秀板 因為一個圖裡面會有很多的層次 你在取色塊跟它每個圖案 或它的紋路 跟它表現的呈現出來方式是不同 這是我們客製化 所以你看到這兩隻龍的顏色是不一樣 他要想要亮一點點 對 所以我們就去想辦法把它變亮 像現在看到現在就衝線 講起刺秀 眼前的徐宗媛有滿腹的心得 很難想像過去是個門外漢 曾在零售業擔任業務經理的他 或接觸到秀縣的世界 全都要歸功於太太 陳偉 這個好醜喔 這個好醜喔 這個看不太清楚 說話直接 很有自己的想法 身為大稻辰 直接創立85年的修花鞋店第四代 陳偉十年前會選擇接班 爸爸原本打算收手的家業 原因很單純 就是賭一口氣啦 就是很多人就會認為說 誰要買修花鞋 對 就是這句話 在我們耳裡真的是非常的刺耳 是不是能在我手上 就直接跳了一百 對 那雖然我們也不期待 我們下一代會去接手 但是至少我想看看他可以走到哪 曾經 畫鞋漸漸漸淪為夕陽產業 所以要守住祖傳的招牌 沒想像中容易 半吊子的夫妻倆 一開始什麼都不懂 光是和老師傅討論款式 都處處碰壁 只好從頭一針一線 縫下基礎 這個叫釘線 釘線嗎 對 就是 因為繡花的時候是不可以 就是不能有打結嘛 所以我們會釘一針讓他 釘一針或兩針讓他比較 不會跑線 所以你看我的線沒有打結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繡完 我這個是蠶絲線 可是我的蠶絲線 我沒有把它分到非常非常細 手工刺繡通常用蠶絲線會比較多 因為會比較精緻 這種被陳偉蘇繡的刺繡法 現在已經很難看到了 陳偉是北部唯一 還保留了這項技衣的店家 我相信其他人應該也沒有賣了 對 但是至少這邊還找得到 我們還是有手繡的東西 對 會真的很喜歡手繡的客人 的話就可能是才訂製的 我們布拿回來 第一件事我們都會先整布 把布稍微整 整平後 我們才會繼續開始做貼二的動作 採訪這天 工廠剛好在感知客人訂做的鞋款 光是看似最簡單的貼這個動作 就夠折騰人 做鞋子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做布鞋子 因為光貼合就要花費很多的時間 手工製鞋的各種滋味 只有徐宗媛最清楚 好不容易把山膠分辨均勻塗抹 在布料以及底層的布上 接著就是考驗分工合作的時刻 因為這比較長 我們都會兩個人牽會比較… 我們會用這個滾紋讓它加壓 就是比較平 防止布破掉 另外我們就讓鞋子更硬挺 看起來比較立體 因為布太薄的時候 鞋子立起來就會軟軟 鞋子在這邊 所以我們會把花… 基本上我們會集中在鞋子這邊 然後我們開始去看那個花的位置 對不對 因為這個一下去就是起手無回了 所以我們在做之前 我們都會先確認完 才會去真正去踩它 我要踩喔 出來就會這樣子 在整面的織帶牆上 發揮美感 挑選適合的顏色 之後再跟剛剛裁切好的布料 仔細扯縫在一起 終於逐漸看出鞋子的外型 在製鞋四十年的老師傅手上 這個被稱為拉幫的步驟 看出來勤而易舉 事實上卻考驗著基本功 我剛開始學的時候 常敲到大拇指 你看它要敲文 要像這樣很平的 整個攀在順頭上 那個需要點功力 而且那個皺指要很少 因為在貼的時候才會比較 貼得比較平 使點力氣 將做好的成品成功拔旋 每一雙繡花鞋背後 都要歷經層層繁複的挑戰 就是人家覺得繡花鞋 也是個很硬的鞋子 很不舒服 人家要久穿 那時候就想說 只是加鞋墊就好 然後想說就是 直接開發新鞋款 然後也沒想到說 是鞋墊要事先加 還是事後加 我們也計算到鞋子 有容積率的問題 所以我們早期在開發 三組繩頭 其實都是 最後面都是丟掉 重新再來 所以那一整號就是大概 便宜一點大概一二十萬 所以那時候 花費了不少錢這樣 假如不少學費 好在這些失敗的經驗 能化作養分 一步步走成街道上 一抹新風景 那我們現在就是比較走 現在比較簡約風 然後再來是圖案的選擇 比較選擇 比較年輕一點 因為我們有技術 所以就改良鞋子 去翻轉新的一個鞋型出來 那應該下輩者會喜歡 靠著想傳承 傳統文化的初衷 繡花鞋再也不是過時守舊的產物 現在的成績 是第三代全盛時期的五倍 還成了外國觀光客的伴手禮 很多日本人 就會來我們店裡是買 當伴手禮回去穿 或是說直接向網網上訂購 外銷的訂單 大概七成是日本訂單 以這種鞋型好了 我們日本人在出 我們一個月大概出一千雙 我們最高峰快兩千 很多人都覺得說 哇 賣這種繡花鞋 我之前最討厭人家客人進來 第一句話就是說 繡花鞋誰穿呢 老的死的穿的 其實到現在還是會有 只是我覺得這個已經慢慢的少了 只要有人用 就不怕失傳 為了讓傳統記憶更融入生活當中 徐宗媛積極在各種小物上 加入刺繡元素 在這邊是跟台北俠海城旁 要跟一卡通合作 然後用我們刺繡工藝去做出 這個經典相保 這個夫人相保 幸福鞋相保 其實很多人不認 他覺得我們不是文床 他們會覺得我們就是一個 傳統製造業 他就是你就是很傳統製造 那我覺得別人看我們也沒什麼關係 其實我覺得 我們人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對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 朝刺繡這一方面去做 然後把我們的工藝 繼續傳承 將首繡的記憶和精神 結合科技 新思維 這間走向百年的老店 會繼續繡成一座繽繁花園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